4月的平壤气候温和,凯旋门外的千里马大街上花团紧簇 正值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 也是朝鲜最盛大的节日太阳节 近日中心社记者走进平壤,感受朝鲜的节日欢乐氛围 平壤的街道上,朝鲜国旗随风飘扬 马路上餐厅中随处可见庆祝太阳节的宣传画 数十位身穿各色传统服饰的朝鲜民众手拉着手围成一圈 在优美动听的音乐中翩翩起舞,用曼妙的舞姿庆祝节日 在万寿台金日成与金正日同项处 大批朝鲜劳动者、青年学生、人民军官兵等纷纷来到这里为同项献花 每逢重大节日,朝鲜民众都会特地来到这里 表达对已故领导人的思念 在庄重的音乐声中,人们或手拿花束 或抬着写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受戴的花篮 井然有序地分批上前献花并鞠躬 对于朝鲜民众来说,一年一度的太阳节不仅是领导人的诞辰纪念日 同样也是个难得的节假日 各单位通常会发放节日福利 节日期间,许多朝鲜民众会选择举家外出春游、聚餐 或是在商场购物庆祝节日 太阳节期间,第21届金日成花花展也在平壤大同江区拉开帷幕 在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展示馆门口 上万名前来参观的朝鲜民众 身着色彩亮丽 样式各异的朝鲜传统服饰 列队整齐步入展馆 展览馆内陈列着由朝鲜各道、各级机关、军队等近百余各单位 选送的总计超过三万朵鲜花布置的各式展台 鲜艳的花朵和各类模型引得群众流连忘返 驻足观看 金日成花是一种混种兰花 1965年金日成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曾在该花前驻足欣赏 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便将这株尚未正式命名的兰花命名为金日成花 金日成花花展自1999年起,每年4月中旬在平壤举行 太阳节期间,来展览馆参观金日成花已成为众多朝鲜民众喜爱的过节方式 而拍照留念更是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 现场有许多朝鲜民众尝试让专业摄影师为自己拍照 冲洗留念 也有很多朝鲜民众愿意自己拿起手机或相机 与家人朋友在娇艳欲滴的花丛中记录下美好瞬间 1972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颁布政令 将4月15号设立为民族最大的节日 并于1997年正式将其命名为太阳节 往年,朝鲜曾在太阳节当天 在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式庆祝节日 不过2019年,朝鲜并未举行阅兵式 除平壤外,朝鲜全国各地也举行了文艺演出 体育竞赛、书画展、电影展等活动以庆祝太阳节